接下来我们就开始制作掐丝了 在掐丝的工艺上面 我们会遇到很多不同的图案 例如圆形 柳丝 榆林 以及花心的制作 现在我开始逐一把不同的制作过程 演示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是我们制作花的时候 所需要用到的花心 大家可以看一下 花心的那个技法表现呢 我现在给大家演示一下 取出一根金丝 然后用铲刀的一端把它捋持 这个是链子 我们大家可以看一下 花心上面是一个圆圈 下面是直立的 我们直接拿起链子 顺时针拨出一个圆形 然后用剪刀 剪刀所有就是你们画面上 花心所适合的长度 这个花心就制作好了 这个是花心的那个制作技法 接下来呢 我们再展示一下圆圈的制作技法 还是一样的 拿到我们材料包里面的一个工具 铲刀 这个铲刀的那个粗细 可以窝成一个圈 我们拿起金丝 把金丝放在那个铲饼上面 顺时针缠绕 如果我们画面上面的那个圆圈比较多 就是可以多缠绕几圈 这样制作出来的圆圈呢 数量就会比较多 然后拿着剪刀 从中间直接剪开即可 大家看到这些圆圈 肯定还不是很圆啊 我们需要拿着链子 把一端夹起 另一端 对应上面去 把它重合 就是一个圈了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个是圆圈的制作 接下来呢 我向大家展示一下 鱼鳞的制作 鱼鳞的制作呢 跟圆圈的制作呢 很相似 鱼鳞呢 其实就是一个半圆 跟圆圈的制作 大同小异 我们也是一样 取出一根金丝 把它捋直 然后依次 然后依次 绕在那个铲子的银手上面 鱼鳞的数量呢 我们一般都会比较多 所以 尽量把一根丝都缠绕完 取下 也是一样的 跟圆圈的制作方法是一样 是从中间 剪一下 鱼鳞跟那个圆圈不同的呢 需要是 对称下面还要来一下 把圆圈剪成一半 就是鱼鳞了 鱼鳞的大小呢 也是可以根据 不同的那个 圆柱体 来演变的 这里呢 我也准备了一个 那个圆柱笔芯 它这里属于 可以制作一些 小号的圆圈和鱼鳞 都可以用到 接下来呢 我要展示一下 柳丝的 制作方法 柳丝呢 在我们井泰兰画当中呢 属于是一个 比较 出彩的一个技法了 在我们井泰兰当中 很多 线条 的那个柔美 或者是层次的丰富 都可以利用 那个柳丝来表现 同样的 我们还是取出一根 金丝 把它铝直 铝直以后呢 我们需要 两个 像圆柱体吃的 东西 就可以了 圆柱笔也可以用 那个铲刀的饼手 也可以用的 我们先首先把那个 金丝的一端 记在那个铲刀的手柄上 另一个呢 拿圆柱笔芯也可以 水性笔芯也可以 只要是家中有那个 圆柱体的 东西都可以 也是把它 缠绕起来 固定 然后我们不停地 一阵一反 不停地旋转 它就会出现 柳丝的效果 丝条上面会出现 很多那个波浪纹 我们需要那个 柳丝很密集的话 可以多缠绕几圈 它柳丝的花纹 就会比较密集 当然也有些线条呢 它是需要 不用那么密集的话 那你就少缠几圈 也是一样的 这个花纹 我们可以自己调控 拆完了以后呢 我们两边 用那个稍微拼一下 把它拉直 再拿起剪刀 两边不需要的 多余的部分给剪掉 这样呢 柳丝我们就制作好了 以上四种呢 是我们那个 掐丝制作的时候 需要用到的一些 技巧和技法 tin采制作О 谢谢大家 iv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